哈囉大家好我是洪翔醫師 歡迎來到腎保濕熱腎臟專科 一起保護腎臟最快樂 衛福部國健署公佈最新110年癌症登記報告 國人離癌時中每4分19秒就新增一個人離癌 癌症一直是國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 癌症可以預防嗎? 當然可以的 醫學研究已經證實 5-10%的癌症來自遺傳 其餘的癌症成因幾乎都是跟生活環境習慣跟飲食相關 換句話說 你日常生活中養成今年累月的離癌壞習慣 是導致癌症的最大元凶 癌症的行程需要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在臨床期之前 癌症有一個漫長的潛伏期 從正常的細胞演變成癌細胞 異常增生 癌前病變 再到行程可見的癌症 約10-20年 當患者處於癌症潛伏期 只要有意識的改變他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還有他的運動習慣 增強抗癌免疫力 便可以逆轉或阻止癌病變 但相反的 如果你有一個會導致癌症的不良習慣 但是 你根本不曉得 5年 10年 20年過去 就把癌細胞給養出來了 我們先來講一個 臨床案例 有一個60歲的大姐 因為吞咽困難 咽下的食物常常有卡在喉嚨或胸部的感覺 一開始 他是先乾飯吃不下 他選擇比較軟的稀飯或流脂的食物 包括麵包稀飯等 但最後連稀飯也難以吞咽 後來 他僅能進食一些流體的食物 半年內 他的體重掉了8公斤 人非常虛弱疲勞 被送到醫院的腸胃科 腸胃科幫他做完胃鏡 就發現 他是食道癌 末期 而且已經轉移到肺部跟肝臟 發現已經太晚 預期活不過半年 腸胃科醫師們 問其他的生活飲食習慣 根據家屬的描述 這位大姐這10年來 因為先生過世 小孩也都獨立在外 他每天坐在電視機前 看一整天的電視 喜歡邊看電視 邊喝點米酒 他的下酒菜通常是一些 醃製類的一些醬菜 跟一些煮了再煮 重複烹煮很鹹的菜肉湯 而且他非常喜歡喝 非常燙的湯 腫瘤科的醫師 聽了搖搖頭說 這麼多的致癌習慣 難怪他會離癌 看到這裡請問 你看出他的可能 致癌習慣有哪些 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在他離癌的10年前碰到他 你要搶救他 請問你會勸他戒掉哪些壞習慣 今天的節目就是要點出很多人都會忽略掉的10大養癌壞習慣 無論你這個習慣幾年了 看完影片 務必戒處 以免徒增遺憾 談到致癌的壞習慣 大家馬上會聯想到抽菸、喝酒、嚼檳榔這三大毫無懸念的致癌三兄弟 衛福部一直在宣傳 國人也都知道 這個致癌三兄弟當然要借 今天就不再重複的贅述 今天要點出的是10大非常容易被忽略掉 但有離癌風險的生活習慣 希望可以幫大家 他及時踩煞車 第10名 喜歡喝會燙口的熱湯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超過攝氏65度C的熱飲 定為食道癌可能的致癌因子 口腔是非常耐熱的部位 通常可以容忍到大概攝氏60度C左右 黏膜被燙傷 通常三天左右的時間就能修復好 但是若不停的反復的傷害黏膜 在來不及修復的狀況下 也可能提高口腔癌跟食道癌的風險 防癌建議 感覺會燙口的熱湯 務必放冷之後 再入口 第9名 保麗龍晚裝泡麵並用書本重壓 在講到泡麵之前 我們先來澄清一下 用紙杯塑膠蓋裝熱咖啡 會不會致癌 台灣人愛喝咖啡出名 根據國際咖啡組織的調查 台灣人2021年 全年咖啡消費總數約28.5億杯 平均美人每年會喝掉122杯 一大早上班族都會人手拿著一杯用紙杯 跟塑膠蓋的熱騰騰咖啡 大約在2013年就傳出 熱咖啡杯有可能會致癌 6號的PS 就是我們劇本以西的杯蓋 不夠耐熱 會融出致癌物 本化合物的疑慮 衛福部當時就公開澄清 6號塑膠的標準是 耐熱攝氏95度 維持30分鐘的條件 強調正確的使用就不用擔心 後來咖啡業者 改用更耐高溫的 5號PP 就是聚餅C 這個聚餅C 可耐熱高達100到140度 來消除大家喝熱咖啡 自癌的疑慮 所以基本上 若業者手法遵照法規來 喝熱咖啡用紙杯 裝跟塑膠蓋 都還算安全 但這邊要特別提醒要當心的 反而是泡麵丸 很多6號的塑膠 會使用在泡麵丸 現在市售的泡麵 當然有些是使用紙和容器 但是還是有少部分是保利龍丸 如果燒開水 沖泡麵 又用鋁箔蓋 上面再壓一本厚厚的書 好幾分鐘 高溫悶燒 這樣就可能超過6號塑膠的 耐熱使用範圍 而6號塑膠在動物實驗中 的確會增加動物的 離癌風險 長期累積 恐對人體產生 致癌的風險 防癌建議 外帶咖啡 還是自備不鏽鋼 或陶瓷保溫杯 泡麵碗 還是使用陶瓷碗 最安全 第8名 喜歡吃烤椒的食物 很多人喜歡吃 椒香美味 烤肉 烤麵包 烤椒的鍋貼 鍋巴等 肉類的脂肪跟蛋白質 燒焦 產生的危險 致癌物是 多環芳香氫 這是在人類已經發現有的 致癌風險的 一級致癌物 而鍋貼 麵皮 麵包類的 這些澱粉 產生的致癌物 則是 致癌 這個物質 是歐盟食品安全局 在2015年 發現在 動物實驗有 致癌風險 認為不管任何族群 都可能造成癌症發生的增加 因此在 2017年入法 歐洲要求 速食店 提供的產品 需要 抽查 秉析西安的濃度 而美國FDA要求 洋芋片 及餅乾廠商等 必須提供食品 秉析西安濃度的成分表 當然所有自癌物 都是 總量的概念 澱粉 食物高溫烹煮 難免會出現 秉析西安 所以並不是說 都吃不得 但千萬不要過量 防癌建議 烤肉 烤麵包 烤的金黃 可以吃 烤的燒焦 焦黑 就建議不要吃 而且同時可多攝取 大量的膳食纖維的蔬菜 來降低風險 第七名 睡覺不關燈 原來 開燈睡覺是有機會提高 甲狀腺癌的風險 Cancer癌症 期刊上的 一項研究顯示 比起 睡眠時 接觸 較少光線的人來說 睡眠中 長期暴露在光線之下的人 患甲狀腺癌的風險 可以增加到 55% 其中 女性比男性 更加高危險 美國醫學會雜誌 也有一項研究發現 長期的 睡眠暴露在人工光線之下 會增加 變肥的機會 而體重的增加的比例 還會隨著光線的強度 而有所增加 也就是光源越強 體重變增加的越多 而肥胖 又是導致多種癌症的危險因子 防癌建議 入睡前 把燈都關掉吧 第六名 經常做電腦斷層檢查 頭痛胸痛查不出原因 就要求醫師造電腦斷層 造一次頭部電腦斷層所接受的輻射劑量相當於造射100次的胸部X光射影 胸部電腦斷層則相當於造350次的胸部X光射影 心導管檢查是主要的輻射來源 佔了81% 電腦斷層 仍是X光射影的一種 因此 會有輻射到致癌的風險 美國消費者報告曾經報導 一項研究發現 電腦斷層 釋放出的輻射 每年可能導致 2.9萬美國人罹患癌症 其中 婦女佔了三分之二 防癌建議 每個病人 一年造胸部X光 最好不要超過50次 而電腦斷層 則是除非必要在做 第五名 不喜歡刷牙漱口 頭頸部癌在台灣發生率節節升高 其中以口腔磷狀細胞癌 佔最多數 以前都認為跟抽菸喝酒或嚼檳榔 跟人類乳突狀病毒等相關 但是口腔裡面的細菌是不是也有可能會引起口腔的磷狀細胞癌 以前的研究都指出口腔的細菌也可能會引起腸胃道的癌症 但最近的研究已經發現 口腔內的細菌是可能會引起胰臟癌 大腸癌 及口腔癌的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 也是影響人類健康最大的就是 幽門感菌 幽門感菌會引起胃癌 胃淋巴癌 防癌建議 每天記得刷牙漱口 做好口腔的清潔習慣 第四名 經常裝潢住家跟買新的櫥櫃 打開你家中的櫥櫃 飄來一陣刺鼻味 小心 你已經吸入到致癌物 甲醛 2004年國際癌症研究署把甲醛歸類為一級致癌物 根據統計 有四成的五年裝潢 能可以偵測出甲醛 但卻 只有不到30%的消費者 知道建材或家具中 會有甲醛的 味道殘留 最長需要15年才能完全飛花掉 長時間的甲醛曝露 除了致癌之外 會導致頭暈 噁心 嘔吐 學齡前的兒童 更容易受到影響 會造成一些過敏性鼻炎 氣喘的問題 甚至肝腎都會出狀況 防癌建議 裝潢可選擇 通過綠建築認證標章的產品 或說 低甲醛的建材 選擇建材 除櫃的時候 可以先試聞看看味道 如果有刺鼻的藥味 就建議不要購買 另外也可以選擇 中古家具 或採用原木建材 與家具 避免毒害 第三名 喜歡吃加工紅肉 培根香蕉 火腿熱狗 等加工肉品 都是國人經常攝取的 家常食物 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癌症研究總署 已經宣布 將加工肉品 列為一級致癌物 代表充分證據顯示 對人類致癌 而紅肉 被列為 2A級致癌物 很可能對人類致癌 該署指出 加工肉品 及紅肉的 攝取量 跟罹患 大腸癌的風險 都有劑量相關的關係 每天使用50克的加工肉品 會增加18%罹患大腸癌的風險 每天使用超過100公克的紅肉 會增加17%罹患大腸癌的風險 國人過去一天紅肉攝取量 超過100公克的 就高達 24.3% 進一步年齡來看 有26.8% 13到15歲的青少年 每日紅肉攝取量超過100公克 防癌建議 遠離加工肉品 及少吃紅肉 少吃豬 羊牛 以魚肉 禽肉 等白肉 來取代紅肉 同時多攝取 天然蔬果 第2名 酒座 酒座行為是指 睡覺除外 每天坐著或躺著 超過6小時 及以上 你是不是也有酒座的習慣 酒座不動是非常確定的 致癌危險因子 許多的研究表明 酒座的生活方式 與增加各種離癌風險相關 2022年 歐洲著名期刊 歐洲流行病雜誌 刊登了一篇 重數的論文 研究人員歸納了來自77個原始研究 超過20萬人的癌症病例 研究發現 酒座行為會增加罹患6種癌症的風險 乳腺癌的發病機率增加8% 結腸癌增加25% 前列腺癌增加8% 直腸癌增加7% 子宮內膜癌增加29% 卵巢癌增加29% 另外 酒座行為還可能導致癌症患者 他的生存率下降 其中 結直腸癌患者 確診後的酒座行為 會增加其死亡率 61% 防癌建議 買個會升降的辦公桌 盡量站著辦公 腿酸在座 減少坐沙發 看電視的時間 而且每坐30分鐘 起來伸展跟活動 第1名 吃太甜跟太鹹 美國研究人員給小鼠 未死含糖很高的加工食品 結果發現 小鼠罹患乳腺癌的風險增高 而且增加癌細胞存在到擴散到肺部的潛在風險 另外一項 加拿大魁北克拉瓦爾大學的研究也顯示 每週喝3杯以上 每杯約355毫升的含糖飲料的女生 乳房組織密度會增加 提高細胞癌變的風險 有研究就說 癌細胞喜歡吃糖 事實上是在食用過度的碳水化物 比如說 高GI值的食物或精緻糖的時候 會使得血糖快速飆升 而導致體內的一連串作用 而有促癌的風險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 最近發表報告指出胃癌 跟攝取高鹽食物密切相關 英國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 所發表的研究報告說 如果每天吃高鹽份 醃漬類 醬菜類的食物 加上本身有幽門螺旋感菌 會增加胃癌的風險 防癌建議 不要養壞你的味蕾 從小養成品嘗天然食物的天然美味 減少高鈉與高GI 精緻糖的攝取 最後公布前面案例食道癌大解 可能致癌的習慣 1. 久坐看電視 2. 喝酒 3. 過鹹的腌制類的醬菜 4. 重複加熱 過鹹的菜肉湯 5. 喝非常燙口的湯 總共5個 你猜對了嗎 你猜對了幾個 可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尾聲 祝福大家都能戒掉 十大養癌壞習慣 遠離離癌的恐懼 謝謝大家 我非常喜歡白蹄 像我衣櫃裡就不只有一件白蹄 因為它穿起來讓我覺得整個人呢 非常的有活力 非常有朝氣 夏天直接穿看起來整個人很活潑很俐落 然後呢到秋天或冷氣房 就這樣子輕鬆的搭上一件西裝外套 哇整個人那種態度精神都出來了 所以今年夏天告訴你 你真的需要一件白蹄 今年夏天你也來一件白蹄吧 最簡單卻最經典 最純粹卻最擺搭 最低調卻最亮眼 真的只有白蹄能同時駕馭 就像是這件中天文創 Keep Fighting 重磅落肩白蹄 300克厚磅不透 也不會有激突的尷尬 寬板的落肩設計 完全為穿得舒適自在早響 今年夏天就要這件白蹄 傳出堅定不移的信仰 傳出宇宙不同 就是喜歡白蹄 我喜歡相信 你也會喜歡 趕快上快點GO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